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只是击杀了一只金色史莱姆 信爆出价值十亿的西游卡片 本想着将它卖掉 向暗恋的女神进行告白 然而看到卡片上的预解 男主毅然决然地决定召唤出来 毕竟召唤美少女战斗可是男人的浪漫 然而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本应该出现的大姐姐严重缩水 竟变成呆萌小萝莉 五年前 世界各地纷纷出现了迷宫地下城 里面有着众多危险的怪物 而攻略迷宫的人 被称为探索者 男主便是其中的一员 凭借一手出神入化的家用杀虫剂 杀得第一层史莱姆爆头鼠串 殊不知男主在迷宫中探索了两年半 由于自身实力太菜 只能停留在第一层打打史莱姆 如今累计杀死了999只史莱姆 想着再讨伐一只就回去 在已经被完全攻略的迷宫中 到处都有着监控设备 能够有效保证探索者的生命安全 很快男主便发现一只金色的史莱姆 属于极其稀有的存在 正好可以当作纪念第一千只的对手 牛逼 不过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金色史莱姆掉落的道具 竟是一张稀有的卡片 是能够召唤侍从一起战斗 而男主手上的 更是极其稀有的女武神种位 名叫希尔菲 没想到身为非求的他 竟有能成为欧皇的一天 本想看看希尔菲属于什么样的侍从 但官方资料库里 怎么都搜不到相关信息 不过卡片介绍种位是女武神 而女武神属于神话中的半神 虽然不太明白 但有着神之称必定很厉害 想着回去打听下卡片的消息 等来到门口 恰好遇到其他来迷宫探索的冒险者 看到那盔甲和武器 男主内心羡慕得不行 发誓以后也要弄一套 可惜身上的史莱姆摸盒 贩卖给回收商人 也就仅仅价值1500元 最多只能补充点杀虫剂 临走时随口问了一下大姐姐 一般天使类的侍从卡片价值多少 大姐姐想了一下回复 听说在国外 神灵系的西游卡曾经以十亿元成交 闻言男主顿时就傻眼了 完全没想到竟然那么值钱 要是把他卖掉 便能一跃成为亿万富豪 届时不仅可以买新的装备和武器 更是有信心和暗恋已久的笑花女神表白 殊不知等男主转身后 笑花也发现男主路过的身影 等回到家 男主一直在思考卡片的用处 如果选择召唤 说不定能变得更强 只因之前男主和好基友曾经去过第二层 当时遇到的哥布林 差点没把他们屎都打出来 等到了第二天 男主上学的时候 恰好遇到暗恋的葛城笑花 于是两人就一起去学校 但笑花长得太漂亮 一路上无论是大人意 或者小孩都被深深吸引 见状自卑的男主故意拉开点距离 不明所以的葛城也跟着放慢脚步 好奇地询问男主昨晚去哪了 看他很晚才回家 本能反应想说去迷宫 但转头就谎称是和好基友聚会 好巧不巧的是 好基友顿时就出现在面前 担心事情暴露 男主连忙拉好基友走到一旁 三人一起对口供 这让葛城感觉到不对劲 问他们昨天聚会都在做什么 不料男主说去看电影 其他两人却说去卡拉OK和打保龄球 这让葛城很是不开心 心想男主肯定又去了迷宫 不过在男主的再三角便下 也相信了他的鬼话 等到了学校 男主假意地询问好基友 要是他们得到稀有侍从卡片会怎么做 黄毛直接回答肯定是卖掉 毕竟侍从也只能在迷宫内召唤 男主原本也打算卖掉 但看到葛城的背影 内心也下定决心 再次来到迷宫一层 特意避开摄像头的监视 来到死角处准备召唤侍从 虽然卖掉卡片就有实意 但其实自己更想成为强大的冒险者 同时也是为了笑话可诚 毅然决然地召唤出女武神希尔菲 当然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短待想象召唤出来的是 威武霸气的女武神 却不料现实中严重缩水 回头一看 竟是一位呆萌小萝莉 诶... 谁 你亲爱的 我叫Sylvie 召唤侍从召唤 召唤侍 笑死 男主的梦想瞬间破碎 没想到实意换来的是一位小萝莉 不过一旦召唤了侍从 就无法卖掉了 很快平复下心情带她一起打史莱姆 然而没走两步板 希尔菲便感知到附近史莱姆的气息 连忙拉着男主过去 很快就看到一只野生史莱姆 原本想着直接杀死 但内心有点好奇希尔菲的实力 想看看她能不能杀死史莱姆 是 当然了 神的狼狼 这一怒把男主看呆了 这才发现希尔菲战力值高达170 足足比自己高了17倍 毕竟被称为女武神 就算是罗莉也不是自己能比的 突然希尔菲扭扭捏捏地请求男主 因为发动了技能 现在饿得快要晕倒了 希望史莱姆的魔盒能让她吃 男主这才想起 似乎有侍从会吃魔盒的情报 吃饱后 希尔菲立马又感知到史莱姆气息 迫不及待的就想再次表现一番 不过很快就被男主叫住 虽然希尔菲能感应到怪物位置 但使用力量打倒怪物会导致肚子恶 这样一来就赚不到魔盒 于是决定让希尔菲负责寻找史莱姆的位置 而男主利用杀虫剂消灭他们 两人的配合 很快将周围史莱姆全部消灭 男主的等级也来到了四级 战斗力增加了两点 同时获得了史莱姆杀手称号 跟史莱姆战斗时 全能力值提升50% 感觉就是一个废物称号 对第二层哥布林没什么用 不过在希尔菲的安慰下 心情顿时就变好了不少 于是打算今天到此结束 准备召唤希尔菲回去时 却发现对方极其委屈地看着自己 在男主的保证下 希尔菲开心的不行 最后召唤回卡片上 同时将今天获取的魔盒卖给维收商人 大姐姐有点惊讶 短短一天就收集到那么多魔盒 比之前足足高了十倍 更是刷新了单日讨伐史莱姆数量的记录 等到了晚上 男主不禁回想起 其实他和葛城是青梅竹马 小时候两人一起看直播 葛城的父亲是探索队队长 已经探索到迷宫的第36层 如今决定踏入37层 势必要揭开迷宫的真面目 也正因葛城父亲那英勇的英姿 让男主内心埋入成为探索者的种子 转眼间到了第二天 男主准备攻略第二层 虽然之前被哥布林打出过阴影 但如今有希尔菲的帮助 区区哥布林根本不在华强 よし 行こう 男主毅然决然地来到地下二层 但哥布林的阴影让他害怕极了 幸好在希尔菲的安慰下 恐惧的心情顿时减轻不少 紧接着在希尔菲的带领下 很快就发现一只野生的哥布林 见状希尔菲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凭他的实力轻轻松松就能打倒哥布林 正准备出手时 却被男主叫住 只因有希尔菲这强大的底牌在 男主想要直面恐惧 亲手打爆曾经欺负自己的哥布林 笑死 见状哥布林率先扑向男主 千军一发之际男主用盾牌挡下 两人就这么死死纠缠比拼力气 只见男主妖马合一 猛然发力瞬间撞飞哥布林 趁哥布林失去平衡 男主乘胜追击卡 过去 却不料哥布林竟会空手接白人 失去武器的男主 犹如带宰的羔羊 面对飞扑过来的哥布林 男主吓得连连后退 看到身上的杀虫剂 虽然不可能对哥布林造成伤害 但要是喷对方的眼睛 就能让他短暂地失去视野 立马捡起掉落的木剑 趁他病要他命 笑死 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竟能打败那个 让他恐惧不已的哥布林 更让他意外的是 仅仅一只哥布林 就让他升到了四季 甚至获得新称号 哥布林杀手 暂定 赋予克服对哥布林 死亡的恐惧 在跟哥布林战斗时 全能力只增加10% 但由于是偶然获取 因此为暂定称号 而效果比起原本的加成 会低很多 虽然只是增加10% 也让男主 对哥布林战力增强不少 于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希尔菲先发动防御魔法 男主在找准机会 一击杀死哥布林 两人的配合下 周围的哥布林很快就被杀光 同时也升到了六级 随后在聊天中得知 原来希尔菲对迷宫 也是一无所知 从他被召唤的那一刻 自己使命便是帮助男主 如今男主杀了不少哥布林 于是先把魔盒卖掉 这让大姐姐有点惊讶 男主第一次挑战哥布林 就获得了四个魔盒 而卖的魔盒的钱 满了宝钢棍 有了他击杀哥布林更加轻松 没一会又再次升级 如今等级已经来到了十级 同时男主意外发现 自己面板多了个神的祝福称号 赋予被神及其眷属所爱者 升级时会大幅度提升加成 上升率取决于 神及其眷属喜爱程度 男主心想 这难道就是自己主角的外观 而自己所认识的神 也只有希尔菲一位 那么只要将希尔菲好感度拉满 岂不是原地起飞了 Syl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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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 随后在希尔菲带路下 遇到一只全身发光的稀有骷髅人 好像自从召唤了希尔菲后 自己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好 突然骷髅人率先发起袭击 不过有希尔菲屏障保护 男主丝毫不担心 骷髅人无法碰到他们 而男主却能透过屏障 直接攻击骷髅人 但可惜的是 骷髅人骨头太硬 就连乌钢棍都打不动对方 于是连忙让希尔菲用超位魔法 神的 来人 男主本以为能报什么稀有道具 结果也是只有魔盒 不过颜色却是偏红了一点 而发动魔法的希尔菲肚子咕咕叫起来 于是就把魔盒喂给希尔菲 看到希尔菲开心的模样 男主心想 难道希尔魔盒很值钱吗 果然不出所料 商人小姐姐表示 红色魔盒价值两百万元 回到家的男主心态都要崩了 两百万就这么飞走了 不过仔细一想 也多亏希尔菲自己才能打倒那么多怪物 不然现在的他还是迷宫的路人而已 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攻略地下三层 不过从地下三层开始 有时会有复数怪物同时出现 于是等到了第二天 男主决定独自战斗 让希尔菲不用帮忙 闻言希尔菲顿时委屈的不行 意外做错了什么惹主人生气了 在男主的解释下 希尔菲才明白 如今男主太依赖对方 如果想要去第三层搞不好会变成负担 希尔菲没想到主人考虑的这么多 瞬间变成主人的小牛妹 笑死 希尔菲本想帮男主找哥布林进行锻炼 没想到对方就这么出现在面前 男主信心满满地让希尔菲看好了 接下来自己的战斗可是会非常帅 可惜想象总是那么美好的 单挑哥布林的男主被打得抱头鼠串 立马找商人大姐姐买点回复药水 同时也明白了不足之处 如果想要去第三层 必定要凑齐更好的装备 还有预留点磨盒给希尔菲吃 于是赶回老本行 带着沙虫记回到第一层欺负史莱姆 毕竟史莱姆比较弱 不仅可以快速凑磨盒买装备 还可以预留多的磨盒给希尔菲补充 忽然希尔菲感知附近有骨不寻常的气息 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只银色史莱姆 似乎和黄金史莱姆一样的稀有品种 于是决定和希尔菲分头进攻 避免被他逃走 没想到欧皇再次附体 竟爆出子觉及恶魔卡片 名叫露西利亚 然而男主手中的卡片 让希尔菲内心有股不安的感觉 不过男主也没想那么多 现在有了天使希尔菲 如今又要多一位恶魔预解 我怎么都没想到 本该召唤的是风韵柔存的恶魔预解 却没想到又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萝莉 自己的预解梦瞬间破碎 我的超絶美女 你也是我的主人吗 那 那 对 但是 我是高木海斗 请不 看着的时候 我是个人这里的顺便 还有一 Auth0 你好像 我当时的脚步 那个 弹尔即便是幼年体的恶魔 其实力也强的可怕 可能史莱姆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上来就是一发超为魔法 这威力打男主都看待了 实力可以说和希尔故乡上下 不过没有变的事 一旦使用力量就会导致肚子饿 笑死 见状男主想看看另一个技能侵蚀气息 到时候也会将掉落的魔盒给他吃 但男主怎么都不会想到 这个技能差点让他产生不可磨灭的阴影 丽亚发动的侵蚀气息 一旦触及到的魔物 仅是两秒半变化为一滩肉鸣 可爱的希尔都差点被吓坏了 庆幸的是地下城的机制 一旦魔物死亡后就会消失 不然在肉泥中寻找魔盒 想想都有点 之前也答应了丽亚 打倒的哥布林魔盒便喂给他吃 不过丽亚发现 哥布林的魔盒要比史莱姆的美味多了 这就代表着强大的魔物魔盒更加美味 迫不及得的想要去到第三层 虽然男主有点害怕 毕竟第三层将会出现复数怪物 为此吃巨资买了把弩枪 希尔剑撞对着男主猛夸 顿时让他心里美滋滋的 笑死 随后在希尔的带路下 找到了两头地狱猎犬 男主打算趁其不备先解决掉一只 却不料弩剑竞擦肩而过 非但没打出伤害 反而引起猎犬的注意 弩枪装填箭矢速度极慢 千军一发之际希尔及时展开护盾 紧接着连忙让丽娅出手 将扑过来的猎犬直接消灭 不过丽娅不理解 自己明明杀了两个魔物 为什么才给他一个魔盒 男主都无语了 要是都给丽娅 那不就赚不到魔盒 表示再去打倒几只有剩的就给他 没一会就遇到两只狂暴野猪 于是让丽娅使用破灭夜火一网打进 但狂暴野猪防御力似乎很高 在破灭夜火的命中下 还是有一只冲了出来 丽娅正想再次使用魔法 却被男主叫住 对于直线奔跑的野猪 男主稍微瞄准便射向他的眼睛 但只是这点攻击是杀布斯野猪 反而让他更加的生气 失去理智的野猪朝男主冲撞 吓得他不小心摔倒在地 希尔想着上前帮忙 却不料男主慌乱中随意射的剑 刚好命中野猪的眉心 直接划铲两米半死在了男主面前 同时等级也升到了11级 掉落的魔盒也奖励给丽娅吃 然而这一幕 看着希尔有点吃醋 接下来的时间 都是由丽娅和希尔两人一起消灭魔物 虽然每次两人打倒的魔物都是一样 但每次丽娅一撒娇 男主就会多给他吃一点 希尔吃醋的举动也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不过当时男主并没察觉有什么不对劲 然而等他回家后 似乎感觉到希尔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 刚好看到电视上争中吃醋的画面后 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擅长感情问题的他 在上学的时候询问青梅竹马 谎称好皆有跟两个个性完全相反的女生变成朋友 但乖巧的女生似乎不太喜欢个性好强的女生 要怎么做大家才能和平相处 随后在青梅竹马的回答下恍然大悟 等来到地下城召唤希尔出来 想要和他单独谈谈 健壮男主也直说了 询问希尔是不是不太喜欢对方 殊不知希尔并不讨厌丽娅 一开始可能感觉对方有点可怕 但相处下来后察觉对方其实是一个亚萨西的好孩子 之所以闷闷不乐的原因是 所以希望主人能够一视同仁 明白原因后男主也答应希尔的请求 在之后的刷怪中掉落的魔盒都平均分给两人 并时不时的夸奖希尔的帮忙 这让希尔心里高兴极了 不过这轮到丽娅吃错了 随后在一次刷怪中 希尔突然全身散发金色光芒 原本一级的他升到了两级 能力直径大幅度的提升 升级后的希尔实力暴涨 面对三只地狱猎犬 仅是一发神之雷击 轻轻松松骨灰都给扬了 护盾不仅持续时间增加 就连坚硬程度也提升了不少 但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虽然希尔升级后威力提升巨大 但同时所付出的代价竟是十余大增 虽然击杀的魔物很多 但要两两个无底洞小萝莉 导致最近能够卖的魔盒愈发变少 没办法的男主只能扮回老本豪 拿着两块五的杀虫剂 在第一层欺负史莱姆存点魔盒 英勇的身姿看得希尔一顿猛夸 仿佛幸运女神的眷骨 再次遇到希尔史莱姆 心想难道又要爆出侍从卡片 于是下令让两人包围史莱姆 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但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这次并没爆出侍从卡片 而是一样稀有的魔法宝珠 有了他便能成为毁天灭地的魔法师 殊不知男主的梦想就是成为魔法师 肯定不会选择卖掉 毫不犹豫就砸在地上使用 破碎的一瞬间蓝色光芒包围着男主 同时洗得水球术魔法 不懂得他以为是非常厉害的魔法 迫不及待地找魔物事实威力 以防万一让希尔发动屏障 自己可以在里面发动 即便真的失手了 还有莉亚不伤害 牛逼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感觉被调戏的猎犬猛然扑向男主 不过在屏障内丝毫不担心 最后猎犬被破灭夜火烧成灰烬 这样一对比 男主觉得水球术就是个废物魔法 剑撞希尔连忙安慰 觉得光是能发动魔法就很厉害了 累积熟练度后威力也会提升 莉亚也赞同 如果渴了的话随时都有水 毕竟水是生命的源泉 男主练习了两天半的水球术 却发现能够变换成不同形态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 原本水球术打个史莱姆都费劲 如今竟能将哥布林给撑死 不过男主发现 自己等级被卡在11级 似乎第三层哥布林已经赚不到经验值 于是决定前往第四层看看 为此还特意准备了奈米探管制作的 非色紧身衣 虽然布料很薄 但却能够防御尖锐物品的攻击 同时为了能让那平平无奇的水球术发挥作用 更是倾家荡产满下提升魔力的手环 这一幕让天使希尔情不自禁地夸奖 自家主人真是太会过日子了 然而恶魔利亚却无语了 这土掉渣的打扮 真不想承认是他的主人 转眼间来到第四层 希尔顿时感知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 仿佛就像自己的天敌一样 啊 そうそう 笑死 果然没人会喜欢蟑螂 就算天使和恶魔都不例外 两萝莉一路厮杀 直接来到了第五层 听到一点动静 还以为蟑螂追了上来 不过发现是自家主人 希尔瞬间委屈的不行 抱着主人求安慰 恶心的巨型蟑螂差点让他们都产生阴影了 回过神来的希尔内心非常自责 身为侍从的他竟丢下主人独自逃跑 不过男主却非常兴奋 多亏两人杀穿第四层 自己在后面捡到了一堆魔盒 也就在这时 希尔感知到不远处来的两只魔物 男主本想让梁小智休息一下 却不料第五层的魔物竟能够免疫物理攻击 千军一发之际希尔展开护盾 没办法的男主 只好拜托丽亚消灭他们 虽然轻轻松松就打倒 但如果第五层都是这种魔物 也只能依靠梁小智帮忙 魔盒能够补充能量 但两人对蟑螂魔盒极其的嫌弃 于是打算今天先撤退 想着到时候打点史莱姆魔盒被揉 然而还没走两米半 希尔感知到墙壁有点不对劲 看似是一面普通的墙壁 但里面却散发出不寻常的魔力 男主摸了几下也没发现有什么暗门之类的 见状希尔直接一发魔法把墙壁轰碎 发现竟是隐藏地图 一般未发掘的地方都藏有宝藏之类的东西 而道路的镜头又是一扇大门 看着上面的图案 不用想肯定是包房间 想着离开 却被丽亚死死盯着 来都来了不进去看看岂不是亏死 然而怎么用力推 大门丝毫没有动静 可能需要某种道具才能打开 本以为能够安全回去 却不料希尔再一次把大门炸穿 不出意外的话 映入眼帘的和大门图案一样的Boss 巨型巨魔以及巨型史莱姆 如今想走都没法走了 只因希尔把入口都炸穿 放任不管Boss就会跑去外面 想着两人联手能够直接解决掉Boss 但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Boss竟然一滴血都没减少 似乎Boss的魔抗异常的高 猛然间巨魔率先袭击 剑撞男主让希尔展开护盾 让丽亚先拖住身后的史莱姆 既然魔法攻击无效的话 那就用物理攻击看看 好消息是和预想的一样 巨魔魔抗很高 但物抗极低 仅是几发弩剑就让他瞬间残血 但坏消息是弩剑不够用了 再这样下去 护盾迟早会被巨魔打破 就连一旁的丽亚也快撑不住了 史莱姆同样有魔法抗性 丽亚根本拦不住对方 如今也只能靠魔法手镯 看看能不能带来意外的效果 然而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原本水元素的魔法 在手镯的加持下变成冰元素 而冰球砸在巨魔身上 同样属于物理伤害 回想起不久前的练习成果 将水球转换成冰刺 这样一来威力大大的提升 另一边丽亚被史莱姆打得爆头鼠穿 千军一发之际男主及时赶到 有了打倒巨魔的经验后 男主负责用盾牌吸引史莱姆 让希尔凝聚神枪直接干掉对方 然而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被贯穿的史莱姆竟没掉多少血 本能的想要先撤退 但仔细一想 巨型史莱姆也是史莱姆 那么自己的大招必定能消灭对方 可能巨型史莱姆到死都没想到 身为boss的他 竟会被两块五的杀虫剂硬生生喷死 史莱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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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史莱姆的死亡 丽亚浑身散发金色的光芒 等级升到了二级 属性迎来了暴涨 同时原本十一级的男主也连升了四级 而巨魔爆出深红色魔盒 这次能够卖出不少钱 但更没想到的是 史莱姆竟爆出稀有道具 一把被称为魔剑的小刀 正常来说魔剑都是非常帅气的 可这把小刀怎么看都不像是魔剑 没多想的他回去后 就把魔盒卖给冒险者工会 同时将第五层隐藏迷宫的事情告诉了对方 看板娘看男主最近攻略的速度提升的那么快 于是邀请他参加下周的举办联欢会 与其他小队组队挑战第七层的活动 等到了第二天 好极有得知男主准备参加第七层活动 羡慕的不行 只因一旦攻略第六层 以后就能在入口处顺移到第七层 这时小青梅突然出现 听到男主说参加派对很是好奇 男主怕对方知道自己攻略地下城担心 连忙谎称只是参加舞蹈派对 幸好小青梅没太在意 表示到时候邀请他一起跳舞 转眼间来到活动当天 男主看着号码牌寻找自己队友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队友竟是三个风云柔存的大姐姐